万歸的鼓勵丘 贏力 学员们穿上歌仔戏服在台上走唱 配合具有教育理念的议题宣导PM2.5空无防制 展现四周学习成果 在教育部多元阅读推广计划的经费补助下 政工所特别举办台湾化文学歌仔戏曲演习班 借此希望提升民众对歌仔戏的兴趣 传承传统戏曲文化 特别邀请了小灰龙剧团洋团长来教导台湾文化歌仔戏的主讲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歌仔戏的一个传承 来让我们的证明更了解我们的传统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够有这么好的演书 代表着大家学员都非常的有兴趣 也肯认真地学习 研习课程邀请了在地殖民小灰龙剧团的前团长杨秋双来指导 让学员们亲身体验歌仔戏的文化 学习基本的身段与手势 除了专业技能训练也有上台演出机会 让学员们自于愚人进而达到心火相传的目的 我觉得我们歌仔戏真的是国宝国锤 我了解到歌仔戏连穿这个服装都是一门大学 而且化妆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容易 身段手段怎么走路 男生女生通通是不一样 讲话也不一样 化妆也不一样 完全身段就是通通不一样 这项演习吸引了对传统戏曲有兴趣的民众报名 县远简次胜表示 本土语言传承的第一个场域是家庭及社区 藉由活动的办理 能够让民众认识闽南语及传统歌仔戏曲之美 感受真实的舞台演出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不错的表现 代表学员们的认真投入 政公所表示 这次的演习课程只是起点 未来会继续努力把这项文化传承下去 也让本土语言能够永续长存 记者侯一轮炒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